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刚我问那个 我刚问同学说 到底这一题 独顾关系这个地方 這一題 這一題到底它是屬於 名義變相 還是比例間 還是等級 還是次序 假設說 我們要定題目的時候呢 你沒有把這個變相先把它定下來 你後面題目就跑掉了 你看喔 三個人 去規劃嘛 結果呢 這等於是三個人去規劃 題目規劃好之後 結果 這邊是用名義變相是否 這邊是用等級變相 我們在運算的過程 可以用比例來當作等級 這兩個呢 在我們統計上面運用 因為誤差真的很小 所以我們把它當作等同於 比例跟等級 我們沒有給它做分別 你要做比較好的運算 你要做比較好的運算 在題目上面呢 盡量 如果你要做運算喔 你要統計分析 盡量是用比例或者等級 當然你要用名次 有的必須要用名次 你一定要用名次去算的 譬如說啦 昨天前天 昨天前天是全國的功課技能競賽 技能競賽呢 通常會 結果是什麼 用名次來代表 那當然你要用次序變相去做 因為你的現成資料是 人家給的資料是排名 那你把那資料拿來 你一定要用次序去做囉 你的統計不可能再把它變成等級或比例了 一定要用次序 你現有的資料是次序 你就要用次序去做 現有資料是比例跟等級 你可以把它改成為次序 但是次序要改成分數 就不容易了 這樣懂嗎 好 那我們要統計的時候 比較好作業 而且統計比較有意義的話呢 會用比例跟等級 比例跟等級是我們要用的 所以這裡呢 通通題目要改成 滿意或者不滿意這種 滿意 非常滿意等等的這種次序來做 比例來做 我們上禮拜有提到 除了這四個類別之外 還有一個要注意到的 我們的 假設我們用等級或比例的時候 我們要採取它的程度 通常有兩種方式來表達 滿意程度跟同意程度 有什麼差別 字意上有差別對不對 實際上在我們的問見上面 它是沒有差別的 它同樣都是代表距離等級 它沒有差別 為什麼沒有差別呢 我舉個例子 就以剛剛那一題 我把它寫成 主管與員工的態度溝通良好 這是一個喔 然後呢 我再把它寫成另外一個 主管與員工的溝通態度良好 我滿意主管與員工的溝通態度 假設說你後面應該要用什麼 用滿意還是要用什麼 用這個嗎 好 你看喔 我滿意主管與員工的溝通態度 非常滿意 或者說非常同意 哪一個 兩個都可以還是 我一直在強調 剛剛一直在強調 我們的問見要不要能用 能不能用 有效度問題 效度裡面喔 其中有一個叫內容效度喔 意思就是說 那個內容 還有一個叫表面效度 表面效度 那個詞意對不對 文詞對不對 對 主管與員工的溝通態度良好 非常同意還是非常滿意 按理說 上面那個應該是非常同意 才是比較正確的喔 這個是非常同意才比較正確喔 對不對 主管與員工的溝通態度良好 我非常同意嘛 這是對的喔 這是對的喔 意思就是說 我要用同意的程度來 這個才是對的 那我滿意主管與員工的溝通態度 我可以跟同學講 這兩個都可以用 對不對 兩個都可以用嘛 可是 你要問 你現在問題在哪裡 這兩題 這兩題喔 不管你是用什麼方式 你用非常滿意非常同意 那意義是不是完全一樣 對不對 我回歸到剛剛我問你的問題嘛 說 到底這兩個有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啊 只是 字意上差別 那字意上差別 你要回歸到你的題目上面 題目上面寫 怎麼寫法 你就要用哪一種方式 你唸一下就很順了 你把它唸過 整個唸過 我非常同意主管與員工的溝通態度 或者我同意主管與員工的溝通態度良好 我很同意 然後呢 我滿意主管的 與員工的溝通態度 我同意啊 我同意這件事情啊 然後 我滿意 讓我非常滿意 或者 不滿意 什麼樣的情形才能夠確定說一定不能用 像這一題 第二題 什麼情況是 絕對不能用 你上面一定給他告訴他了 我要問的是滿意程度了 那當然你就是要把滿意程度要寫出來囉 是不是 所以概念上是這樣一個概念 這兩個完全沒有差別 只是你寫的時候 你怎麼寫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們這一個部分呢 先給你檢視到這裡 然後我們來看看 後面還有一些題目 好 我覺得 那個 主顧關係 第一個可以用 第二個也可以用 第二個跟這個病在一起 說我選擇他 為什麼選擇這一個呢 而不選擇這一個呢 因為這個比較簡單明瞭 然後呢 是否尊重主管決策 這個都很好用 所以大概幾題可以用 滿意主管對公司執行的情形 這裡呢 不是那麼好 但是呢 基本上 可以用 然後呢 第二個 這是可以用的題目 這是可以用的題目 然後 這個也可以用 你滿意雇主對你執行的態度 這個呢 就不是對你的執行的態度 應該少了什麼 譬如說 工作 譬如說工作 所以假設這樣加上工作這兩個字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了 這也可以用 這也可以用 第三個呢 關心情形 對工作的關心情形也可以用 能夠主動提供工作資訊也可以用 那 這個 是否 就有點問題囉 加上一個 加上一個 加上一個字 您是否 假設 應該是否 不要用 會更好 只要是否 你是不是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 假設你用是否 是不是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 名義變相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所以這幾題可以用的 您會尊重主管的決策 員工會 到這裡為止 你看這有幾題 一題 兩題 三題 四題 五題 那 如果這幾個題目呢 你確定說 我要用同一程度 假設你這樣做 它就會很 當然你還可以用另外編排的方式也可以 如果我這樣做 我把這個 做成 你的問卷就很清楚地做出來了 看到沒有 你會把一個問卷呢 這個題目五題都做出來了 如果你要編碼 直接在上面編碼 直接上面編那個 一二三四編碼 好 你就編出來了 這個問卷就已經變成一個問卷 五題 或者六題 沒有關係 我說三到五題左右 這題目呢 我們就變成 第一個 主顧關係 從我原來的 看這邊 你們的結果是 每一個人討論的結果 每一個人討論的結果 好幾個人討論是這樣的結果 我們會整以後呢 選出一個題目出來 就是這個啦 就很好的題目啦 好 這樣子變成一個 只有其中一個喔 只有其中一個而已喔 你要知道嗎 你看我們這個 這個部分 看一下 只有哪一個 這麼多 每一個都要做的 只有一個 主顧關係 完成一個主顧關係而已 你們的專題製作 如果要做 就完整來做 工作滿意度裡面的主顧關係 到現在只有做過到這裡而已 三到五題 我們弄了六題出來 這六題下一個禮拜 我們會 我會把整個弄好 印成一張一張的 變成一個正式問卷 給你們做 這時候你們的成果 我會把這個做一個 coding之後來做處理 好 我們再看喔 這只是第一個 工作滿意度的主顧關係 是這樣討論出來 好 再來看 假設我們再看第二個 第二個呢 叫做自我價值 自我價值裡面 這有 一二三四五 五六 六題 好 如果你第一個已經決定了 是變成 叫做 同意程度了喔 變成同意程度了 對不對 變成同意程度了 變成這個樣子了 好 那你接下來 我們要去討論這裡 通通要用同意程度去思考題目了 連題目要寫都要用同意程度寫 這樣懂嗎 好 那你看喔 自我價值 自我價值裡面喔 你可以大概描一下 這這麼多題 什麼叫自我價值 自己對這件事情 公司裡是否被同事認同 欸 這個不錯 你看我這樣改一下 這一題就不一樣了 公司同事能認同我的工作 欸 這就是變成自我價值囉 對不對 懂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 執行目前工作是否正 我對 我對 我目前的工作 很有自信 不是可以了嗎 好 啊 好 今晚 你 明天 還沒有 那 我 看 你 從來